最近,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麻塞驻塞州的一个学区 邀请了两名新保安在自己的室内建筑中巡逻 这俩大家伙不负责抓调皮捣蛋的学生 也不负责维持学校秩序 他们竟然是踩着四只爪子来侦查新冠病毒的 是的,你没看错 这是两只经过特殊训练的14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犬 名为Hunter和Dook 所以狗狗除了能够靠嗅觉找出毒品 难道生活在微生物世界的病毒也能被它们揪出来? 据了解,这两只狗狗从2021年5月 便开始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由专人进行训练 经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刻骨学习 最终在弗里敦·莱克维尔地区学校的大厅里走马上任 根据训练机构的发言人说 这两只狗的训练方式与基督犬的训练方式类似 训练员拿着一个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所戴的口罩 在使用紫外线杀死病毒后 将口罩裁成碎片并放在一个塑料袋中 以帮助狗狗记住气味 相信大家此刻看到这里多少产生了些怀疑 难道新冠病毒还有特殊的气味吗? 答案竟然还是真的 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研究 新冠病毒会引起新陈代谢的变化 进而产生一种特定的气味 这就让像亨特和杜克这样 嗅觉敏感的狗狗有了追踪线索 来判断新冠病毒是否存在于他们所巡逻的区域 关于让经过特殊训练的犬类 来甄别新冠病毒的可行性 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 也做过相关的研究 并且发现经过6到8周的训练 狗狗可以检测到新冠病毒 在寓印本研究中 6只狗能够在82%到94%的时间内 准确识别新冠病毒 不过虽然从目前的研究与试验来看 早期的结果非常有希望 但要知道新冠病毒嗅探犬 是否真的可以作为一种工具 大规模的在现实世界中 对抗这种大流行病 还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论证 英国沃里克医学院的病毒学家 劳伦斯·杨在一份声明中说 新冠病毒嗅探犬 可能会受到拥挤空间中 个人密度的影响 以及通风良好的外部空间 即气味迅速散开的地方 是否会损害狗狗检测 低水平感染者的能力 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 根据这位麻州学校校长 李克·梅德罗斯的回忆 他在8月份看到警长办公室 发布的宣布 亨塔和杜可完成培训的新闻后 第一次发现了新冠检测犬的存在 并决定将这些狗 带入他的无所学校 虽然该区有近3000名学生 和400名工作人员 但梅德罗斯认为 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作犬 是不会扰乱学校的工作 并且事实的确如此 在狗狗进入学校之后 他报告说 他对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很好 梅德罗斯说 这些狗每周都会来到学校 在空荡荡的教室 礼堂 食堂和体育馆检测病毒 如果检测到了新冠病毒 学校会告诉健康护士 后者将信息转达给受到影响的人 受到理科校长的启发 位于该学区周边的 另外两个学区校长都动了心 纷纷向培训机构办公室提出申请 邀请狗狗去他们的学校 也进行检测 训练机构发言人表示 按照每个学区有五所学校 这意味着这些狗 每周将对15所学校进行一次筛查 这是完全可行的 并且目前所有的新冠忌毒犬 都是免费为大家提供服务 所以相信在不久以后 有可能在你家附近的公共场所 也会看到这些可爱的工作犬 为人类的抗议工作 忙前跑后奉献自己的力量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